7点26分早安气象时间 今天是12月1号 也代表我们已经正式入冬 确实对北台湾地区的观众朋友而言 昨天天气变化就已经蛮大的 我们来看到受到这一波的东北季风 影响不止温度有下降 而且还带来不少水汽 从昨天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特别是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山区宜兰 都有不定时的下起雨 而且降雨时间蛮长的 像是在今天凌晨到清晨这段时间 雨势也不小 今天看起来会是迎风面地区 雨势相对来说最大的一天 到明天后天才会慢慢的稍微减小 但是在我刚刚提到的 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 都还是会有很高的一个降雨机会 另外还要特别提醒 这一波的东北季风会一直影响到星期天 下周二很快又会有下一波的冷空气再度南下 所以说恐怕这样子容易下雨的天气 会维持大概一周的时间 不过为什么这一次比较容易下雨呢 也带你来看因为底层吹的是偏东北风 中层又有一些水气移进来的关系 所以说天气变化是比较大 比较不稳定就容易会下雨 包含在中南部的山区 也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雨势 今天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您也会发现 云层变得比前几天还要相对比较厚 只是湿湿凉凉的天气状况 大家就会觉得 这种感觉真的还蛮冷的 好像比看到的数字再更凉冷一点 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日照的影响之下 再加上下雨还有风的话 就会让我们的体感下降 因为凉冷的空气会把我们身体的保暖效果降低 热传导的部分会把我们人体上吸收很多的热量给带走 还有在水气蒸发的时候 也会带走我们环境的一些热量 也因此整个环境你会觉得是一个湿湿冷冷的天气状况 再加上相对湿度只要每上升10% 体感温度就会下降一度 所以说在有下雨的时候 这个环境的湿度场相对湿度可能都是90%或100% 那么体感温度相对来说就真的会降得蛮多了 不过实际的温度上我们带你来看到 在这几天我们要提醒您最凉冷的时间点 会是落在星期六的清晨 低温大概在16度 局部地区还会降个1到2度 那么另外呢 在第二波的冷空气南下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星期二的晚上到星期三 清晨这一段时间 也会来到比较相对偏凉冷的一个天气状况 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了 那么至于降雨呢 我们带你来看到了 今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降雨 那么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宜兰台北山区 可能会有大雨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到周末的时候 银封面还是持续游雨 但是比今天稍稍缓和一点 只是呢 要等到可以洗衣洗车的时间点 恐怕要到下周三周四之后 到时候呢 水气变少 银封面地区东半部转为零星降雨 北部地区才终于有可能 会稍微恢复一个多云倒晴的天气状况 以上是这节的最新气象资讯 接着还要带你来看到的是天气变